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启示录》这卷书里面看到有三处的地方证实这一点 在《启示录》第七章我们读到 使徒约翰看到有一大群的圣徒 长老就问说 这些人是谁 约翰说 我不知道 这些长老告诉他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所以如果所有的圣徒都被提的话 谁要服侍在那大患难时中的人呢 就像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 在那两个见证人被提到天上之后 发生大地震 我们读到那里说 有许多人并没有悔改 我把那些经文不断地反复地读 为什么约翰这样子的记载 有许多人并没有悔改 是不是说有悔改的机会呢 是有机会可以悔改 但是很多人拒绝悔改 但是有些人 有很长的时间 我读到这些 这些叫做什么 这些渔民这些 这些渔民 我读到以为这些渔民是基督徒 这些渔民 并不是基督徒的渔民 而是普遍大众 他说这些渔民并没有归荣耀于神 而这些渔民并没有悔改 因此告诉我说 有悔改的机会 因此有很多人在这大灾难的时候 来回归到神那里 有这些余留下来的人 接下来的分享当中 我会跟大家来讲到这方面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课题 因为很快就会发生的事 当耶路撒冷发生这个大壁破的时候 就会扩散到各处 这个大壁破也会带来福音的大扩散 在大壁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 使徒被逮捕 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六到五十八节说 斯蒂芬被石头打死 所以有些门徒 有些使徒被石头打死 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二节 一个法利塞人叫做扫罗的 他逼迫教会 意思就是说 教会的这些领袖 也会逼迫这些愚民 在那个时候教会分散成两个群体 这个假教会称为巴比伦的 真教会叫做神的羔羊 就分成两个群体 假教会会逼迫真教会 这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 扫罗后来成为保罗的 他是在法利塞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教会领袖 他去逼迫这些基督徒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节说 使徒雅各被用刀杀了 使徒行传十二章三到四节说 使徒彼得被收在尖里要被杀的 这些事情发生在初代的教会 第一世纪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 从公元六十四年到公元三百一十三年 这一百二十九年之间 罗马帝国逼迫教会 是在尼罗做罗马皇帝的时候 这是公元六十四到六十八年 彼得和保罗在罗马殉道 这是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 现在这末世的逼迫 会再次地从耶路撒冷开始 什么时候如何发生 启示录十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 当这两个见证人开始他们的侍奉的时候 他们会传讲神国的福音三年半之久 全世界各处有许多神的愚民 跟他们一同地传讲神国的福音 在他们大有能力地侍奉之后 敌基督和假先知将会把这两位见证人杀害 那件事情将会发生就在耶路撒冷这里 在2013年 主让我在耶路撒冷这里做行军祷告 祂特别地告诉我说 要在摩利亚山这里做行军祷告 摩利亚山就是现在的圣殿山 所以七天之久 我每天都在摩利亚山这里做行军祷告 每一天 就在我做完行军祷告之后 主告诉我确确的地点 这个启示录十一章所要发生的事情 确确的地点 那两位见证人被杀的地方 所以这些事情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尸体并不会被埋葬 就是三天的时间是公开示众 就算在今天的一些中东国家里头 比如说在伊朗 当有人被杀 被吊醒的时候 他们的尸体被公开吊在公众场合 同样的 我们将会看到全世界新的公开直播 这两位见证人 他们的尸体公开示众 那时候就开始全球性的逼迫 所以会从这里开始 然后就有这涟漪式的影响 扩散到全世界 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七节说 龙会向其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谁是那些渔民 有右手吗 让我看到你的右手 如果没有右手没有关系的 有右手 把你的食指提出来 你的食指 指着你的鼻子 我就是渔民 我就是渔民 恭喜大家 你被记载在 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七节 看到你们是多么荣誉的 有福的一群人 你的命运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 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你们一样 欢迎来到受逼迫者的聚会 为什么我欢迎你们呢 因为圣经说 因我的名说 逼迫的人有福了 如果你要领受这个特别的勋章 是蒙福的勋章 就是我们要接受 受到逼迫 主耶稣 他亲口的警告 说将会有这个全球性的大逼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